基于挑战并存 对于奈达尔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但前提是,他的身体必须保持百分百健康 而最大拦路户恐怕是泽越科维奇 奈达尔北京时间9月8日 2018年美网南大半决赛 卫免冠军纳达尔在6比73和2比6落后时 因其身困扰被迫退赛 因地大满冠从未卫免的魔咒依旧延续 德尔波特罗泽逝世隔9年重返美网决战 他将于德约克维奇争冠 纳达尔以纳达尔状态并不差 四大满冠战季7年最佳 这是纳达尔首次在法拉社中突退赛 而283场大满冠中也仅是第三次 不过三次中有两次都发生在2018年 令人颇为担忧 本赛季二王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西里奇 纳达尔今右大腿拉伤挥手告别 养伤和恢复了两个月之久 他赶在红土赛季付出 并在罗兰加洛斯第11次登顶 但是红土赛季拳前 温网和罗杰斯被连轴转 纳达尔的身体又吃不消了 为了保全美王 他退出了新西纳提赛 费德勒好不容易来到法拉社 但纳达尔的状态并不在现 对正卡恰诺夫和巴斯拉是唯利 他连续丢盘 上一场打地姆 双方更是熬战了4小时49分钟 纳达尔在手盘吞弹的情况下实现翻盘 算下来 他此次美王这率的晋级总时长将近16个小时 但是 这并不代表纳达尔2018年状态不佳 本赛季四大满卦都至少杀进八强 纳达尔生涯仅有三次 这是他最近七年的大满卦最佳战绩 即便2013年和2017年斩获年终第一的两年 纳达尔也没能做到 费德勒尔身体才是革命本钱 纳达尔健康指数是关键法网夺冠后 纳达尔拿到了第17个大满卦 将与费德勒20个的差距重新拿回至三个 对于美王的伤退 纳达尔有着自己的解读 这次是一栋石突然发作的 不是逐步恶化的 这种情况以往发生过 关键就是治疗 团队在这方面也有丰富经验 纳达尔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次肯定不需要休息六个月 不存在骨头损伤的问题 而是肌肩炎 真如纳达尔所言 他的伤病不重 不会愿意在场很久 也就不能导致状态大幅度下滑 这样的话 纳达尔追逐费德勒 那脚步不会因伤搁浅 三个大满贯并非饶不可及 即便连续两年都有红土长输给红土第二人蒂姆的经历 但纳达尔在五盘三省治的法网统治力依旧 维持二到三年也被看好 其他三个大满贯在二到冠军也是大概率 德约科为期不过 以上说的前提是 纳达尔必须保证健康的身体 关于这次受伤 他自己也说了 关键是 开妮想完全恢复 还是带上继续比赛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还是俗套化 纳达尔应该效仿费德勒选择性参赛 毕竟三十二岁的年龄也不再年轻了 比如 西班牙天王并不擅长的草地事部 是考虑放弃了 毕竟 温布尔登与罗兰加洛斯紧隔了不到一个月 德约科为期三德约恐成最大绊脚石 费那者变那德杰 那达尔想追逐二十冠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既往费德勒停滞不前 这或许是积极的一面 相比去年的两冠 费德勒本赛季的步伐减缓了 而且状态和统治力都有所消滑 2019年 他又老了一岁 三十八岁的大满罐冠军婆有见吗 但是 找回手感的德约又冒出了 法网游明显回春迹象后 他在温网拿的第十三个大满罐 又在新西南提达成了史无前例的金大师成就 而且 德约在美网决战中 击败德尔波特罗也是大概率 这对纳达尔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毕竟 德约比费德勒更为年轻 他的杀伤力或许也更大 别忘了 颠簸时期的赛尔雷亚千王 可是连赌四个大满罐的主 成为1969年拉沃尔之后 首位达成此成就的选手